2018中国好声音,已经播出好几期,今年的好声音,仍然引起众多热议。 特别是关于几位导师的话题,什么学员选择王菲的歌曲,谢霆锋笑成那样,还有李建荣声好声音的段子手, 笔筹为段王爷,周杰伦人品好福陈毕德老师下台等,最新一期的好声音播出后,网友评论,宇成庆和李建,终于不再相爱相杀,开始互相夸奖起来了,看着观众那叫一个欢喜,原来事情是这样。 郑伟杰和黄热亲唱完,宇成庆给出一番评论,随后谢霆锋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这时候主持人华少接话问,谢霆锋,如果你是导师你会选谁? 谢霆锋呕了一声低头考虑了一下,把火扔给了周杰伦,说,如果我是哈林老师,我会问周杰伦老师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,宇成庆直呼,谢霆锋变坏了, 周杰伦接完话,调述完他的看法后,把锅又扔给了李建,真是为几位导师的因果行为表示非常搞笑,难为了诗人李建,最后我们的段王爷成功接锅,来了一段总结陈词,虽然他有点私心,当初盲选的时候郑伟杰没有选他,但李建还是对郑伟杰的声音挺有独钟,他支持郑伟杰, 所以足以看出李建的地位和重要性,不仅其他几位导师,认为李建的意见重要,而且他也能hold住全场,实力结果,最后宇成庆说,你这是那只不必亲,外只不必求,李建接话夸哈林,你这个对赵对得很工整,全场一片笑声, 两位导师真是有趣,不得不说李建的段子,守能量,也是收视率的保证啊,所以说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,好声音播出这么多期,相信不少粉丝一直在追,你认为谁是最重要的导师,是不是李建呢? 欢迎留言说出你的想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